这里面是你的私人物品 我们原物奉还 不打开检查一下 不用了 我相信你们 还有 这是你敲诈得来的不义之才 先还你一半 事成之后再还另一半 你们要干什么 帮我们救叶与飞 救叶与飞 荣战 别开玩笑 没有跟你开玩笑 实话告诉你 叶与飞是我们的同志 我会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开玩笑吗 你们打算怎么干 不可能 完全可能 你有同意 有反侦察技能 如果成了 我们会给你起义任意待 同时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如果我不干 你们会杀了我是吧 我说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好 我走了 等等 那好 情侣先生了不过 你非常清楚 我们能找到荣战以后 马成锋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帮我们完成任务以后 如果你小子 我们可以给你开路条 并且派人护送你出境 给你一点考虑时间 何去何从 吕先生有自己珍重 甭跟他废话 告诉他 他不配合我们行动 我们就毙了他 没那么简单 这次行动强迫不得 必须要他心甘情愿地接受 才能成功 那他不配合怎么办 那磐石岂不就 他会配合他 他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保密局到处在抓他 抓到他就是个死 这一点他比我还清楚 他只有跟我们配合 才会有一些生机 我想好了 干 我是何林 何站长 我是天山 天山 我有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和你面担 何站长 我方便你别无读 不能与你见面 重庆为敌 马先生命令 即刻强化阵案 索清顾飞 确保证度平安 我们这儿啊 有你监听何林的全部资料 这些音频母单 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们共产党 真是太厉害了 我怎么觉得 我上了圈头 过去的事 这儿就不提了 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咱们既为大家 也为个人奋斗 儿老 你留下 照顾好吕公主的生活 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我 难道是我吗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你明白吗 明白 去 嗯 留几个人在这儿警戒 嗯 我们走吧 好 李先生 拖延 我只抽美国的骆驼 去买啊 等等 今天晚上 我要熬夜 去准备咖啡回宵夜 我不会煮咖啡 那就泡茶 越浓越好 好 老李 这样做行不行 那啥时候就叶大哥出来 你们要着急 要按计划一步步进行 你们叶大哥这次当场被抓住 我们少人不胜就快害了他 李先生 我向你保证 我绝对不帮盗王 我该干点啥呀 侦察入战 务必要在最后一时间里 找到进入入战的安全途径 明白 不要做 那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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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总 过来 过来呀 何 何站长 我们之前见过面 何站长不必惊慌 停停停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们领导 就像你这么说话 一点气势都没有 再来 要不这样 咱们俩换一下位置 可能我就会好一些 你少跟我来这套 是你们共产党求我 你爱念不念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们是在帮你 何林现在到处找你 我们不帮你的话 你是出不了成都的 你是爷 你是爷 行了吧 请 何站长吗 我们之前见过面 何站长 不必惊慌 好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下来 老李 报告一个好消息 朕凶会几个伤员的伤啊 快好了 游击队已经传信了 准备让他们回来 那行 定好地点 我请叶将军把他们接回来 还有个事 这商员里边 有两个特别会打仗 而且游击队的指导员 特别喜欢他们 他们主动要求留在游击队 让我给他们说个情 胡闹 没有一点大局观念 告诉游击队 把随的会员都送回来 不能让许多 怀疑我们的诚意 是 去吧 他 他 这个 我 他 他 他 是 他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别说这些了 去陪陪我妈妈 她快单膝死了 走 好 二哥 来了 你来这儿干啥 三哥回来了 三哥让我在这儿放哨 放哨 老大呢 叶大哥被捕了 大哥跟四哥一早就去了 是吗 那 游记队 喜欢网山姓军 不管开到哪个村子 老百姓马上腾地方 让我们睡觉 给我们站岗放哨 还有啊 大姑娘小媳妇 也不躲着我们 还给我们洗伤换药 咱们打仗不怕死 就怕受伤 要是咱们有共产党这人员 就啥也不怕了 三哥 你说这老百姓 咋就对共产党这么好 共产党 有组织纪律性 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其次 共产党的部队 是穷苦人的部队 是给我们穷苦人 自己打江山的 老百姓 咋会怀悟 二哥 你不进去了 曾刚刚回来 不了 你跟老大说 我来过了 这个 还有 我来过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老三 知道吗 告诉老大 我在树林等他 明天下午 我们在西门甘露寺见面 好 非常好 这是 录制好的 拿去吧 你辛苦了 先吃饭吧 吃完饭的 好好睡一觉 来 一会儿吃了 就别客气了 我还有事 吃饭 你们是不是要杀人灭口 你太多虑了 放心了 爸 这要是在荣战 一定是杀人灭口的时候 好 吕副站长 我们是真心地想跟你合作 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 一定 一定 请慢用 好 好 成了 天一无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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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少儿哥 走 好 干吗呢 战斗 笑一跳 大哥 来 我跟你说 你说 啥 你说啥 老三帮着共产党想策反我们 是啊 他咋说 他一直说共产党好啊 我也觉得共产党好啊 共产党救了我们好多回了 上次我们被老蒋逼到山沟的时候 要不是共产党相救的话 我们受伤的兄弟们早就敬阴王了 你不正在帮共产党的忙吗 叶宇飞是我兄弟呀 你也是我兄弟呀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肯定也得救你呀 你当然得救我 老大 二哥 你们说话小声点 老大 老蒋就快来了 你要救叶宇飞 我没意见 但是你千万要小心 不能把兄弟们都搭进去 你想说什么我都听出来了 什么 小气 真他娘的小气 叶大哥是我兄弟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事 我应该袖手旁观啊 你要帮他 我没意见 可戎战是什么地方 戎战哪 万一要打起来 我们的赐奖计划们 行行行行 停停停停 赐奖赐奖是不是 你鬼迷心窍了 我告诉你啊 要是共产党想武装营救叶大哥 咱们想帮忙别人都不用 就昨天 叶宫广外之上有一个营的兵力 正挡着对付戎战的特务呢 真的 这事我真不知道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哥 你看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为兄弟们 行了 老二 老二 你啥也别说了 叶大哥是我兄弟 我必须得救他 老大 老二 我曾经在官二爷面前发过誓 一定要带着兄弟们刺枪 我说到做到 我反复侦查过了 从这边 然后绕到这个背墙 进入战战 是最安全的 因为特务比较少 这线路没问题 应该能够顺利地潜入入战 把消息传给雨飞 我看可以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雨飞 被关在什么地方 如果进去以后再找 那可就太危险了 这样吧 等会儿呢 我和徐公 去朝 李和公 了解一下行动 什么时候行动 越快越好 那就 尽管行动 好 荣战内部 戒备森严 所有上宿的门窗千万不要碰 都装有报警装置 老爷如果关在禁闭室的话 还容易动手 如果关在监视 那就要绕过首门的值班特务 才能进入 难度非常大 好 记住吧 记住吧 千万要记住 不能惊动特务 否则我们的计划 就彻底失败了 雨飞全家 都会受到切令 老李 你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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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何灵 何灵 何灵 叶家似乎有营救叶雨飞的计划 似乎 叶家和保安廷都很平静 没有看到有人来访 我觉得 这不正常 你想啊 按道理 叶泽红应该召集他的命令 来上一对策 然后 再四处拜访要人 设法营救叶雨飞 还有其他情况 暂时没有 马队长 你过来一下 好 队长 你到我了 我了 加强战略警察 有人要救叶雨飞 我只是猜测 有备无患 明白 早前排 早前排 放一oren 早前排 近几元 早前排 他们强强了惊心 怎么办 何战长 我的人已经就位 现在的龙战 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你们辛苦了 下去 是 叶玉飞 这次你死定了 这天都快亮了 徐东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我打电话问问少侠 你听着 玉飞被捕了 我们的电话也不安全 再等等 我们还有时间 再等等 老大 天都快亮了 李先生和厅长肯定等急了 今天估计是进不去了 今天估计是进不去了 咱明天再来吧 整战内戒备森严 今天要是进不去 明天也必想进去 等等吧 等啥呀 啥 挺着急了 快走 马先生 业余飞怎么样 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去 让他马上开口 是 做好开口的准备了吗 把他带到审讯室 走 叶宇飞 拿出你共党的硬股团 千万不能开口 何力 你会后悔的 我是后悔认识的 何力要杀人灭口 我要见马先生 马先生 叶宇飞要见你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你当面汇报 这么多人 我过二十分钟过去 肖默肖默他的锐心 是 还有 马先生是什么时候的 马先生马上就到了 他等来到路上 我除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抓紧时间 和丽 我没想到 你是这样一个女人 心无受寻 我很高兴 早早地摆脱了 摆脱了 不管你向马先生如何交代 叶语妇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噩梦 恐怕你看不到明天 那我就更没抓紧时间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动手 是 河林要杀人灭口 我要接马先生 马毕 现在戎战缺少一个副战长 河林向我推荐了你 你好好干 一旦叶语妃这件事情落实 我马上给你加委 感谢马先生栽培 党国正值危难之时 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干将 一定要好好干 千万不要辜负了 我对你的期望 马毕誓死效忠党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听听叶语妃 想跟我说些什么 是 走 住手 谁让你们打人呢 谁让你们打人呢 赶紧放下来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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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飞 我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有什么话说吧 马先生 你能禀宫办案吗 当然 那好 马先生 如果是共产党如何对待 总裁说过 有匪无我 有我无匪 当然 能脱离共匪组织 既然同名 我们一样会为以重任 有马先生前半句话就够了 那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你想说些什么了吗 对不起 马先生 事关我身家性命 我必须小心谨慎 麻烦马先生 把失踪事案 韩主任请了 在韩主任没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 义妃 不要不识抬举 何林 去请韩主任 是 等等 何林不能离开这个牢房 为什么 我要回报的情况 跟他有关系 好 阿宾 到 去请韩主任 是 给他拿杯水 请 请 韩主任 好 韩主任 怎么回事 主任 我为何也无险成功当 非得一心拷荡 叶宇妃 天也正入山 你还想狡辩 可林 怎么那么没规矩 没看韩主任来了 咱们请韩主任坐 是 韩主任 是卑职疏虎 请坐 韩兄 请坐 好 鱼飞啊 你不是说 等韩主任来了 就可以开口了吗 现在请说吧 主任 我虽记得荣宅 但仍是您的部下 您要为我做主 那是 那是 鱼飞啊 你尽管开口 我也为你做主 马先生 韩主任 我和何林 当年曾经相连 他们这段事我知道了 鱼飞啊 先说重点 我来成都以后会 何林处处刁难 我本以为 是因为我们曾经 感情上的事情好 所以我处处退让 以至于被赶出 总裁事做事 但何林 仍不肯罢休 直到最近 我才发现真正的原因 何林偷共 叶玉飞 你疯了吧 你还是老实交代 马先生会给你一条生路的 马先生 我跟何林 过去感情上的事 鱼飞啊 我们想听的 不是你的这些情势 马先生 我说的不是情势 当年在敌后 我就感觉到何林 有亲共的秒头 后来没有来得及调查 就因果分开 这到了成都以后 他发现我还活着 就担心 我会向尚风报告 他亲共之事 他就恶人先告状 诬陷我有通共嫌疑 我为了摆脱这个嫌疑 就和吕副战长 联手调查何林 但没想到 被何林发现了 竟然污蔑 我是共党分子 他只是想杀人灭口 叶玉飞 你不去演戏 真是太可惜了 玉飞啊 讲话是要有证据的 可不要信口开河 先生 那我是共党的证据 你不在哪儿 玉飞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正方兄 要是有证据 还是拿出来 好让叶玉飞心服口服 好 汉兄 竟然说拿出证据来 老笔 到 去把吕洪如的窃听录音拿来 是 有证据 我有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和你面看 那好吧 今天上午 西门甘露四街 叶玉飞 老笔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伪造谈 这是何林伪造谈 你凭什么说是伪造谈 我听到的录音不是这样的 旅夫站长可以为我作证 可旅夫站长已经失踪了 何林 旅夫站长是不是已经死在你的枪口下 叶玉飞 你真是疯了 主任 我幸亏你出自总裁师组 要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和旅夫站长埋尸一触了 小叶 小叶 说话要有真凭实据 我有证据 那就把证据拿出来 我早想了会这一天 证据不再容斩 那证据在哪儿 保安厅 来人 陪他去取证据 向右看谁 向前看 向后转 少爷 这 谁站着 告诉我 打死他狗日的 少爷 你怎么了 少爷 谁干 少爷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净合 少爷 净 别动 来 这怎么回事 爸 在您的办公室里面 放了我的东西 我来取 来吧 叶夫站长 你的东西在哪儿啊 在资质通鉴的后面 叶厅长 可以吗 这是什么 录音带 我没问你 叶妃 这是什么东西 和林通共的证据 我早想到会有这一天 为了确保证据的安全 才偷偷放在您这儿 爸 对不起 来人 用 给我搬台录音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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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兄 这么兴师动众 来我荣战 有何贵干 来人 用 把这个通共分子给我抓起来 慢着 叶厅长 你带兵包围我龙战 当着我的面 要逮捕我的首相 你再不给我撑封面子了吧 使你们保密局欺人太甚 尤其是这个女人 尤为歹毒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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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韩某一个薄面 先让士兵把枪收下来 叶厅长 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 我有他通共的证据 玄子为了保命 藏在了我的办公室中 你抄我的家 又是为了找这个吗 海兄 叶兄 我看这里面一定是女人 要不然 请到里面想跑 请 玉飞 你也来 核战长 我撤离 我们直接接过面 上次见面 我已经详细向核战长 缠输入我们的战争证 你们已经测犯了不少大军发弹 为你不服务 我们可以退 只要你帮我们拯住 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 我们会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安全 解放号 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好 明天下午 我们在西门甘露四景 没人